开车上路都知道要左转转大弯右转转小弯 但是还是有很多司机做错 不知道转大弯的标准是什么 转小弯的标准又是什么 那么如果大家在转弯的时候 像车哥这样的操作 就是车屋的操作 转弯时我们又转大弯 我们这样转过来 我们这个就叫偷盗 偷用对边道路行驶 哪怕没有发生事故 也会吓对方一跳 常说的左转转大弯 右转转小弯 到底有什么标准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说 右转转小弯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红绿灯路口 我们右转的时候 为了防止我们不压到咱们的旁边实线 那么我们一般是把车子往前盖 车辆引擎盖 盖住咱们的这个板板线以后 我们再往右慢慢打方向盘 转过来以后 我们尽量做到的是 在咱们的这一个慢车道 不要再左侧的快车道 但是这里因为有一辆车停在这里 挡住了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让开它 稍稍的往快车道这里压一点 第二种不是红绿路口 只是一般的这种有道路中心线的这种转弯 我们右转的标准也是 把我们的车子开过 转过去以后 我们的车头不能超过咱们的中心线 如果超过了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么都是我们的前侧 第三种 那么就是盲区比较大的右转 没有中心线也没有斑马线 这种呢 我们就要提前结束和按喇叭 也是尽量做到好 靠右行事 那么左转转弯的大弯的标准 有什么呢 第一种 我们在红绿的路口 如果左转弯 有咱们的这一种导流线 那么我们转弯的时候 跟着咱们的导流线 打方向吧 跟着导流线走 我们一般都不会碰撞 而且转过去以后 刚好也是在咱们的这个快车道上 非常的标准 第二种 是在咱们没有导流线的地方 需要左转转大弯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条路 我们左转转大弯 咱们左侧盲区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的标准 是把车子一直往前开 开到咱们左侧的这条车道 我们能完整看到 咱们的对象来车的情况以后 那么我们再往左打方向吧 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的避免挂菜 那么我们记住这些大轮实际以后 再来开车 你会发现 哪怕是发生了碰撞 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要说个 如果这个开车技巧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